6月1日熊大林出席某护肤品在香港举行的护肤品发布会 今日她身中抹胸吊带短裙出席 尽显百姓欲心感 对于最近传的沸沸扬扬的风之离婚事件 熊大林表示不知传闻是真是假 但是感情的事需要当事人去解决 自己只能祝福他们 此外更有传闻称 张伯之乍干谢天风五一身家 对此她自称很传统 只言婚姻是一生一世的 所以并未想到财产问题 因为不知道是到底是真还是假 然后都会有一点可惜 但是青关难断家务事 他们自己感情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需要当事人自己去解决 那我们只有祝福她了 我是很传统的 希望婚姻可以一生一世 所以不会想到去分家产或者是怎么样 谈及郭富城与张子怡主演的最爱极加上映 她表示看到这部电影的标语 我们结婚吧趁活着时很感动 让自己有序观赏的冲动 因为看到他们的之前的一些宣传 看到预告片 就觉得已经很感动 然后再听到他们的那句标语 就是我们结婚吧趁活着 已经觉得 已经太感人 很浪漫的一个爱情故事了 所以真的想去看一看到底 那个故事里面长得是怎么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